朱林老师说,他自己的身体之所以这么好,主要是得益于几十年的职业训练,多少有点歪打正着的意思。 但是,另外一位老先生,84岁了,他的身体好,他说也是跟他的职业有密切的关系,不过他是正打正着,您猜他是干什么的? 他是中国著名的中医大家,专长是研究高方养生,重点是研究防衰老。 他研究瘀血与衰老,提出瘀血是人体衰老主要因素的新观点。 他提出的久病必有瘀,怪病必有瘀,开辟了中医治疗新途径。 他在延缓衰老的领域中,利用高方养生独树一次,享誉众外。 他就是84岁的中医大家,严德鑫。 我认为我现在还可以,还可以公共,我很有心情,我到一百岁,最幸不最幸。 严教授对自己的身体呢,很有信心,因为他养生有诀窍,那就是严世高峰。 高方就是用中药配五熬成的膏状滋补剂,像大家比较熟悉的,龟龄膏啊,琵琶膏啊等等。 中国的南方人,尤其是两广地区的人啊,对膏都非常熟悉,但是北方人中的很多啊,对他都不太了解。 高方是这样的,医生会根据您的体质,两体裁医,开出单位药或者是多位药,配合祖方。 然后把这些药经过多次煎煮,滤汁去渣,加热浓缩,然后呢,再加入某些辅料,像鳄胶啊,红糖啊,冰糖啊,蜂蜜啊等等来收膏。 制成一种啊,比较稠的半瘤质或者是半固体状的织剂。 高方的药物,浓度高,体积小,药性稳定,储存时间长,便于长期服用。 它可以说是一种滋补强身,抗衰延年,治病纠偏,特别是治疗慢性病的一种最佳的剂性。 民间部就有一句话是这么说,说冬季高方巧进补,来年开春能打虎。 严德兴教授啊,是非常精通高方养生之道的。 下面啊,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,他会不会向我们透露一些他私家的保养秘方。 其实很普通的,就是一般的红啊,陶人啊,单身之后,你家里长下户就可以了。 我们有什么保密的,去吃几个药,你家里经常每天吃吃的,是吧,你地球以后。 嘿嘿,还真是挺有收获的。 打探到了高方养生大师严德兴教授自己用于防衰老的独家配方。 红花九克 桃仁九克 单身十二克 四少九克 哎,还有柴湖也是九克。 把这几味中药一起倒入盛有清水的砂锅中。 用大火煎它个三十分钟。 煎好之后,把药汁倒在一个碗里。 再往砂锅里,续上半杯开水。 第二次煎煮锅里的药,再煎上二十分钟。 二十分钟之后,再倒出第二碗药汁。 第三次,再反复第二次的做法。 续上开水,再煎一次,还是二十分钟。 二十分钟后,把第三碗药汁也倒出来。 接下来,把砂锅里的药汁都倒掉。 再把刚才煎出的三碗药汁全部倒回砂锅。 用大火把它烧至浓缩。 再加上两三勺蜂蜜,接着熬。 把药汁几乎收成膏状。 最后,盛在一个容器里,放进冰箱备用。 看到这儿,您也许会说了,盛德鑫教授的身体之所以那么好, 是因为它是一个中医大家,懂得自己怎么保养自己。 我们哪能和人家相比呢? 要我说,关键是看您是不是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。 如果足够重视的话,好身体也不会偏爱待会。